打開蒸籠粽子的香味四溢 老闆端上熱騰騰的巴掌上桌 下雨天冷冷的天氣 再喝碗熱湯 真的好溫暖 不管大人還是小孩 都吃得津津有味 民眾也來排隊買午餐 住在附近 但又不想在家煮飯 因為雨天又淹水 下廚超麻煩 菜價飆涨 乾脆買外食 輕鬆解決這一餐 外面比較方便 因為現在菜有那麼多 所以買外面比較方便 鹽城區也是高雄的泡水區之一 肉粽名店也是守宅戶 趁著淹水退了 店家趕緊開店做生意 另外這家霸丸老店 也同樣飽受淹水之苦 油油亮亮的霸丸 還有加入中藥配方的四神湯 在這裡開店超過60年的小吃店 因為淹水生意受創 如今淹水退了 終於追回三成業績 下雨人出門沒問題 只要有天后 大家就裝出來買東西 要吃東西 可能會有兩三聲有力 水果冰店更是大受影響 停班停課時 乾脆也打烊休息 正常上班上課 店開了 但人潮依舊還是沒恢復往常 客人只有兩三桌 老闆娘無奈 但只能希望 這波西南氣流能趕快過去 讓太陽露臉 也讓生意能賺錢 記者黃旬蔡雙吉 高雄八道